黑暗中上路 Go Go 大家都很熱情 佛中十五新北市紀錄片放映院成立了聽世界電影院 舉辦視障者環島紀錄片黑暗中上路特映會 紀錄視障者環島旅程公益服務的故事 特別提供了眼罩讓現場觀眾閉上眼睛 體驗視障者感受世界的角度 用耳朵聽見這部紀錄片 感受的時間太少了 大部分都是管在不是房間啊 就是上課工作的地方 那我就覺得說為什麼我們不能有些新的想法 我們以紀錄片為主 那特別因為這樣的主題跟他們又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相關的主題 所以也是因為有這樣的主題 我們特別把它安排在我們聽世界電影院來做一個放映 那也同時我們有要其他的朋友能夠跟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部片子 也能夠就是了解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勇氣 聽世界電影院開播快屆滿三週年 電影播映安排廣播人或是配音員擔任說書人的角色 播映的過程中也以旁白來描述畫面 引導視障朋友踏入電影的世界 導演是一階記錄視障朋友一起環島 走訪十多處老人安養中心 用按摩的專長為身障者和長者服務 讓觀眾一起跟著他們的旅程體驗視障者的世界 給我最大的感動應該是說 我們的視障朋友能夠跟我一樣走出來探索這個世界 那因為我們已經看不見了 所以更不能去害怕探索這個世界的機會 反而更要更勇敢的跨出第一步 尋找那些未知的生命旅程 我們不只是做按摩 那我們也是做光海 那我們所謂的光海就是我們也會陪他聊天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就發現到很多長者 他們其實是很 他們最需要的其實只是一個人陪他聊天這樣子 紀錄片裡面有時候沒有畫面的一些 就是沒有拍到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在環島的時候一些交通方面遇到的狀況 或是可能譬如說是計程車司機等等等 他們都對我們的幫助都很大 很多人都可以幫助到我們 所以盲人環島並沒有什麼困難的 近三年來聽世界電影院已放映了142場電影 超過7500人次的觀眾參與 更是市長朋友聽電影的最好地方 讓他們也能夠有感受第八藝術的機會 蘇維天空新聞板橋報導